今天星期日 我拍一拍连城新天地的一部分一段路 这里是会展中心站走出来的 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多多支持 我沿着通道走过去 因为今天很多人看 现在是5点钟 星期日 30号 这里有一间珍鲜 看来都多人吃东西 这里有间面包店 这间有人排队 我之前都光顾过 它招牌那一袋 即是葡萄10元5个 手工麻糬10元4个 都可以的 拍一拍它的卖相 它这些是麻糬那些 看来都有人排队 看来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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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 刚才说这个葡萄和麻糬 就是这间餐厅的 不过它放在外面的档口 这里是卖饮食物 你看有多少人 这里都是一条通道 我再直行 看看有什么店铺再拍给大家看看 这里也有一间万宁 lish 然后往 kup 店铺 旁边也有一些卖衣服的地方 看来 这里不是什么资料 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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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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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隨意拍一下 賣鞋 這條通道都很旺 早幾個月來都沒有這樣旺 加上今天星期日 那邊都是 是不是有東西吃 那邊都說 再隨意拍一下 這裏也有一間無印良品 有一間無印良品 再向前走 賣衣服的地方 賣床上用品 那邊有兩檔吃東西 什麼麻辣湯 麻辣湯好像很多人 這間麻辣湯 認不認賣相 3.69 50克 這個 50克 那些菜 菇 應該有些賣相 應該全部都是一個價 都是這些大火鍋的東西 你看看 它擺得 樣子挺好看的 我覺得 這些不同的 另外有價錢的 另外計算 這些是逐個計算的 飲品也是 有不同價錢的 飲品是不同價錢的 然後做完之後 就付錢 照請幫你搞 這裏有 旁邊有一間吃粉麵的 這裏有一間是歡喜花生 那裏有一個烤牛肉乾 有價錢 138元 這裏有168元 這裏有138元 這裏有些吃鴨頭的 應該是嗎 吃鴨 那裏有些配菜 一串串 鴨的東西 有些賣相 聞到挺香 有價錢 就拍一拍價錢 那裏有一間大快活 這裏有一間是吃牛扒的 有一間叫上海老棧 小龍包 那裏的座位 有些價錢牌 我盡量拍一拍 那裏有些價錢牌 這裏有一間吃咖哩飯 這裏有很多間 這些分店 這間叫燒鵝 飯 粉 麵 有價錢牌 我就盡量拍八家參考 那可能有些位置遮住 拍得不清楚 這些是打火鍋的地方 那因為現在5點多 那還未是吃飯的時候 的多人 變了就不是太多人了 都有一檔 就是蘭澤牛肉麵 它是變成店 都多人吃 我看到了 現在5點半左右 拍一拍它的餐牌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它都很清晰的 在店裏所有的價錢 都很清晰 我覺得比較多人吃 因為現在5點半的時候 都算多人 這間應該是賣麵包那類 什麼陶酥 人比較多 變成我都很難進去拍一些價錢 給大家看一下 多人買 這裏有一間是土豆粉 土豆即是薯仔 這裏有一間餐牌 門口有一個價錢 餐單給大家看一下 環境就是這樣的 這裏叫木桐演繹 木桐飯 環境就是這樣 這間魚餌在一起 都是吃魚的 有些餐牌的 環境就是這樣 因為未夠6點 就是未是最高峰吃飯時候 旁邊有這些店 有些店鋪拍一下 有些店鋪拍一下 再繼續吃 進去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店鋪 人流 吃的什麼 老鵝 牛肉粉 潮好味 豬腳飯 這些店鋪拍一下 看一看有餐單 方便一點 不給大家了解一下 價錢有餐單 因為現在未夠6點 環境就是這樣 周圍 人流 我這間小女當家 是甲宋去照稱的 我之前也拍過 看看可不可以進去再拍一下 不過可能現在不夠6點 他照稱的 白飯就3元位 這條多少錢 我再進去看看 拍一下他那些菜式 有鮮 有雞吃 他在煎那些 就是煮炒的 豆腐 蛋 炒蛋 肉類 肉類 滷水肉 有豆角 雜豆 再看看 番茄蛋 菜心 毛豆炒肉 茄子 這個 辣椒炒肉 這個也很棒 這個真的不錯 剛剛炒出來的 這些像聖瓜 臘腸也有 這些 有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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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些 臭肉 這些像是 枝竹 褲皮那些 雞腿 這些是 那些 那些 糧菜那類的 這些 油爆蝦 這些 有湯 我也有 湯 價錢 湯的價錢 那些選擇 也很多 好了 糖水也有 價錢 雜果也有 還有 綠豆湯也有 那些價錢 那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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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補充全部都是5元一兩 照兩計 那補充了3元就可以喝 好再繼續拍 旁邊有些食屎 這補充有很多食屎 那拍一拍範圍給大家 看看有些什麼 周圍 那也是條通道 這裡 其實這補充很長 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我旁邊有一間大家樂 我隨著走一段路 給大家感覺這裡的闊度 周圍環境 或者看看人 現在的生活習慣 其實看到很多東西 這樣走一走 要解一下當地 這裡有一間食越南菜 越少粉 我看到有一間食越南菜 那它有餐牌 我有興趣拍一下這些 如果有餐牌的就說 有什麼食鴨血粉絲 我看到一些牌 這邊 又 滷碗 滷碗 滷碗有的 我今天也看到第三間 到處 那邊牛肉麵 那些 那些 那這個是什麼菜林基 是吃什麼 不是吃包 吃什麼 看看 我又有餐牌 我再拍一下我的餐牌 那菜林基有什麼 吃 都是麵吃的 那些 好 繼續 看它都有人吃 那那個位置就是這樣的 好了 再向前走 了解一下這裡的環境 那些人 還有植物買 植物就不可以拿回香港 這些不是賣的 不好意思 可能是擺設來的 我是買植物才擺設 去擺設你的 商場擺設 又有這間 歡喜花生 哎 都很多 這條開市 就沒有出入口 那麼多人 這些賣 鞋 是嗎 買鞋 時裝 這個位置就沒有剛才出入口 出入口的位置特別多人 就跟大家走一段路 會當是逛街這樣 那它中間的位置就 通常買三多 就是臨時位 我都不知道當口 時裝店 那中間也是 都是賣衣服的 這些是 那些是 就是這些是 像臨時的 那些檔口 在中間 那這裏都 有一間是 剪頭髮的 那這裏都是 連鎖店 來的 我見其他地方都有的 那賣衣服吧 那些 給大家看看 那這個 環境 要隔一下 這條通道 我走這麽多次 這次 叫多人 還有 店舖都叫做 有開 好 繼續 好 繼續走吧 這裏都是賣袋的 這袋的款式 大家看看 走街看看 這裡賣內衣的 再繼續吃 有間便利店 叫全家便利店 有間便利店 後面也是一樣 同一間 這樣 左手邊 有間麥晨市 也有間麥晨市 給大家看看 中間通常都是賣衣服 短期 臨時當口 這裡 再走 去到哪 看看我們這裡 我們從會展中心站 這裡 通道可以去到 購物公園站 我去到購物公園站 走這條通道 繼續走 連城天地 走到購物公園站 即Coco Park 那裡 讓大家看看有什麼商店 我也是直走 這裡叫做 有店鋪開的 加上星期日 有東西吃 一路沿途 有東西看有東西吃 這裡什麼 體育彩票 中國體育彩票都很多人買的 有東西吃 那這裡有一間零食店 有間零食店 有間零食店 很多人去买 冰糖葫芦 直行 周黑鸭 喜欢吃这些的 前面有一家7 其实7 这就是A出口的购物公园站 连城广场可以通了 会展中心站到购物公园站 其实有些站都可以打通 这条通道我也想走 虽然到了购物公园站 这些街路走 拍给大家看看有些什么 加上星期日想走 这里有美甲 它叫轻美甲 简单单单轻便 可能很简单 两分钟就做完 简单 这里有一间叫阿幸饭团 我在连堂口岸 我拍过这间 原来是否集团式 也有一间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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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走 我这里也是买 小吃的那些 鸭那些 向前走 嗯 这边 这间 这间是买什么呢 这间 有些鸭 鸭那些 那这边呢 卖东西喝吧 又是呀 周围呢 这间多人吃 我就想拍一下 日本料理馆那类 那类 那么多人吃 就不是 有人在等 拍一下餐牌 价钱很便宜 算便宜 好 继续向前走 好 有这间 吃鸭鸭面 那类 鸭鸭面 那类 鸭鸭面 更多人吃 都 门口 有些套餐 价钱 喝东西 喝东西 是不是呢 你卖东西喝 这样 好 再走 前面有一间 咖啡店 买咖啡 前面是购物公园站 另一个出入口 那我拍完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位置 这边就没有刚才那个出入口 那么多人 这边粒上黄 好 又是有一间 咖啡店 这里是连锁的 这个咖啡店 我觉得 好 你见到 这里了 连城新天地 对了 这里走到这里了 那我就拍这条通道 那前面 这里都是有个 购物公园站的入口 那这个B 刚才那个A 这个是B 两边都可以去到 连城新天地 那我这条片都拍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我多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